大家好,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 本视频录制时间为美东时间9月10日 这期热点深度,关注中国足球界的一场震撼反腐风暴 44名涉案人员被判刑,43人终身敬业的惊人事件 根据财新报道,中国足球协会最新发布的通报显示 61名足球从业人员因参与赌球和假球被严厉处罚 其中包括多名知名球员和俱乐部官员 自2022年以来,公安机关针对足球领域的假赌黑行为 展开了一系列的打击行动 抓捕了128名违法犯罪嫌疑人 并查实了120场涉嫌假球和赌球的比赛 随着调查的深入,这场风暴不仅波及到球员 还扩展到教练员和俱乐部高层 涉及的俱乐部更是遍布全国 值得一提的是,曾在国家队表现出色的金进道等人 因受贿和踢假球被终身禁止 从事任何与足球相关活动 显示出反腐斗争的决心和力度 同时,受罚的人员中还包括一些年轻的球员 他们的前途因这一丑闻而蒙上阴影 这一事件不仅揭露了中国足球行业的黑暗面 也引发了关于行业规范和道德的广泛讨论 中国足球协会呼吁全行业重视这一事件 以暗为鉴 抵制不正当利益的诱惑 维护体育的公平竞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北京时间2024年9月10日晚 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阶段 18强赛第二轮 中国坐镇主场对阵沙特阿拉伯 本场比赛在大连梭于湾足球场进行 在本场比赛开场第14分钟 国足通过搅球进攻 依靠对手的乌龙球在主场1比0领先沙特阿拉伯 比赛第19分钟 沙特阿拉伯球员因为灯榻犯规 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下 国足多打一人作战 但是随后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下 国足被对手通过搅球连续打入两球 最终1-2输掉比赛 天湖开局都输了 赛后网络上流传一张图片 显示的是 唯一闯进过世界杯的中国国足23人 现在的处境 图片显示2002韩日世界杯国足队员 一 离铁坐牢 二 将军搞清训 三 安琪卖樱桃 四 范志毅进军影视圈 五 张恩华离世 六 徐云龙北京国安俱乐部工作 七 李伟峰在家待业 八 吴承英搞清训 九 杜威搞清训 十 孙继海新疆族协副主席 十 一 杨朴搞清训 十二 马明宇足协职位 十三 区楚良搞清训 十四 齐鸿搞清训 十五 于根伟天津金门湖主教练 十六 邵家一国足助教 十七 曲波搞清训 十八 高瑶搞清训 十九 李肖鹏苍州雄师主教练 十 赵俊哲 苍州雄师总经理 十一 杨晨河南队副总经理 监国少主教练 十二 素帽真青岛海牛中方教练组长 至于第二十三人 这张图则直接用XXX来代替 其实这第二十三人并不难猜 他就是郝海东 网络上比较广泛的看法认为 2002年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的阵容 是过去几十年来的最强阵容 毕竟他们闯进过世界杯 而正是因为现在中国男足遭遇的种种困境 让大家更愿意去历史中寻找一丝安慰 在中国足球史上 2023年9月10日 注定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日子 不只是因为国足天湖开局 十一达十还被逆转输了比赛 这一天 中国足球协会发布了一份令人震惊的通报 揭示了正在进行的 打击足球假赌黑行动的最新进展 根据财新网的报道 足协宣布对涉案的61名足球从业人员 进行行业处罚 其中金静道等43人 被终身禁止在中国从事 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 这一决定 无疑在足球界引发了巨大的波澜 当天上午 国家体育总局和公安部 在辽宁大连召开了一场足球职业联赛 假赌黑专项整治发布会 详细披露了打击赌球 假球等违法犯罪的进展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负责人介绍 自2022年以来 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 展开了一系列针对网络赌博 操控比赛和行贿受贿的专项行动 成功抓获128名涉案嫌疑人 捣毁了12个网络赌博团伙 并查实了120场涉嫌赌球假球的比赛 这些比赛涉及中超 中甲 中蚁 足鞋杯 女超等多个级别的联赛 共有83名涉案球员 裁判员 教练员和俱乐部管理人员 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目前 已有44名涉案人员 被法院判处刑法 其中34人被判处 有期徒刑以上刑法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 这些涉案人员的违法行为 不仅严重破坏了 中国足球的行业风气 还对社会造成了 极为恶劣的影响 通报显示 这120场假球 赌球比赛 涉及的俱乐部球队 多达41只 包括中超中甲 中蚁的多支球队 足协纪律委员会经过审定 确认这些涉案人员 通过受贿 行贿等方式参与踢甲球 赌球 决定对他们进行严厉处罚 其中 金进道以及其他42人 被终身禁止在中国 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 而巴合江 乌尔满等17人 则被禁止从事足球相关活动5年 处罚自2024年9月10日起执行 至2029年9月9日止 金进道 曾是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的球员 并多次入选男足国家队 然而 2023年3月 他在上海被警方带走调查 成为本次打击行动中 备受关注的一位球员 财新网披露 包括金进道在内 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的 多名球员和官员 都被终身禁止从事足球活动 除了金进道 还有孙准浩 郭甜宇 以及该俱乐部的原官员角折 也遭到同样的处罚 与此同时 其他俱乐部也有多名人员 被处以终身禁业的处罚 辽宁足球俱乐部 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 江西北大门足球俱乐部 上海深花足球俱乐部等 多支球队的原球员 官员军在被处罚之列 特别是南京城市足球俱乐部 和青岛红湿足球俱乐部 各自有7名原球员 被终身禁止在中国从事 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 新疆天山雪豹足球俱乐部的情况 尤为严重 该俱乐部的董事长孙爱军英 参与不正当交易 操纵比赛 获得非法收益等行为 被终身禁止从事 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 此外 该俱乐部的原官员张南 原球员巴利 买买提一利 顾俊杰 麦和木提 阿卜杜克热木 也被终身禁业 如果算上受到 五年禁业处罚的 原球员时间 马超 艾利扎提 阿卜杜克热西提 新疆天山雪豹 共计八人受到行业处罚 江西北大门足球俱乐部的情况 也不容乐观 该俱乐部的孙东 彭浩 杨文吉 李家伟被终身禁业 巴河江 吴尔满 于建峰 刘泽峰 刘文浩泽被禁业五年 其他如陕西长安竞技足球俱乐部 黑龙江 槟城足球俱乐部 泰安天矿足球俱乐部 石家庄功夫足球俱乐部等俱乐部的 原官员 球员也不例外 这次打击行动的广泛性和深度 令人震惊 足协的通报中提到 原杭州绿城队球员沈刘希 在2013年已被处以终身禁止 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 但他仍不知悔改 再次因开设赌场 最受到刑事处罚 足协再次通报 要求全行业对其严格执行 敬业处罚 足协呼吁各足球俱乐部 将通报传达到所有工作人员和球员 包括梯队球员 提醒所有从业人员以案为件 截身自好 坚决抵制不正当利益的诱惑 维护公平竞争的赛场环境 同时 各足球协会 足球俱乐部也要警钟长鸣 加强警示教育和管理引导 为持续促进足球行业风气好转 重塑中国足球形象 推动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而共同努力 然而 此次打击行动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李锐 这位出生于广东省惠州市的足球运动员 便是一例 他曾代表深圳市参加2005年 达能杯少年国际足球赛中国分区赛 并帮助球队夺得中国赛区总冠军 2008年入选国家少年足球队 之后赴葡萄牙刘洋 并先后效力于蒲椅 蒲甲和蒲超的多支球队 回国后 李锐加盟了广州复利 南京城市 广西苹果哈辽等多个俱乐部 2024年加入陕西联合足球俱乐部 然而 李锐的职业生涯在2023年3月17日 遭遇重大挫折 他因涉嫌参与假球 被辽宁省朝阳公安局逮捕 根据他的解释 他在效力南京城市时的三场比赛后 收到了总计36800元的转账记录 但这并非他所愿 据他所述 这些钱款是在比赛结束后 通过转账的方式收到的 且他在两场比赛中并未上场 他表示 这些款项是蒲扇涛打着俱乐部老总 受益的奖金发放的 并非行贿行为 此外 他还详细列举了他 通过支付宝将收到的钱款 全部退回给了蒲扇涛的证据 李锐坚称自己并未参与夹赌黑活动 他的辩解也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讨论 他提到自己的家庭背景 称自己是红色后代 爷爷是抗美援朝英雄 父亲是军人出身 在惠州市公安局工作了34年的一级警长 母亲是医生 从小到大 他受到了严格的教育 从未参与过任何违法行为 尽管李锐距离力争 但这并不能改变他被终身敬业的命运 这一事件也揭示了 在这场打击行动中 不仅仅是那些明显的违法行为者 还有一些可能被冤枉的无辜者 在这场打击行动中 许多球员和官员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 他们曾是球场上的英雄 曾为球队的胜利而拼搏 但如今 他们却因涉及假赌黑行为 而被逐出足球圈 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 也是中国足球的悲剧 中国足球协会的这次行动 虽然痛苦 但却是必要的 只有通过严厉的打击和整治 才能净化行业风气 重塑中国足球的形象 我们期待 在未来的日子里 中国足球能够摆脱假赌黑的阴影 迎来真正的春天 同时 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 在打击违法行为的同时 能够更加审慎地处理每一个案件 避免冤枉无辜者 这次打击行动 无疑是中国足球史上的一次大规模整肃 涉及多个俱乐部和大量足球从业人员 通过这次行动 中国足球协会 希望能够传递一个强烈的信息 无论是谁 只要触碰到假赌黑这条红线 就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不仅是对涉案人员的警示 也是对整个足球行业的一次警钟 在这场打击行动背后 还有许多故事等待被揭示 每一个涉案人员都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背景 他们的违法行为背后 可能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和问题 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报道中 能够看到更多关于这些事件的详细调查和分析 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足球的发展需要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只有在一个干净的赛场上 球员们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水平 球队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打击行动 中国足球能够彻底摆脱假赌黑的阴影 迎来一个崭新的未来 国公安部在对中国足球非法赌博和假球 进行了为其两年的调查中 共抓获了128名涉案人员 其中有43人被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 这些被禁赛的球员中 不乏名将 包括曾经的国脚金进道 郭田宇和顾超 还有来自韩国的球星孙准号 这一消息的发布时机也十分微妙 就在中国队队阵沙特阿拉伯的 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前几个小时 中国队上一场比赛以零 凄惨败给日本 这个血淋淋的比分让国内的网民沸腾了 批评声铺天盖的 一位称国足不行的网友甚至写了手打游诗 国足输日本七球真难看 赌球加价球真当我们瞎 这场风波中的大鱼之一 就是曾效力于中超山东泰山队的孙准号 孙准号这位韩国球员 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 为韩国队出战三场 表现不俗 却没想到他在2023年5月被中国警方拘留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 孙准号的律师表示 他涉嫌受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但他本人对此予以强烈否认 话说回来 谁会在一个晴天霹雳般的下午 突然被扎走呢 法新社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 并指出中国政府近年来 加大了对体育界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 这次出动不仅扎了球员 还有足球管理机构的高官 据说已有十几名高官因腐败调查而被免职 这让人不禁想起了最近那部热门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只是这次的剧本更真实 这次风波揭开了中国足球界高层腐败的冰山一角 今年三月 中国法院已收受特别巨额贿赂罪名 判处前中国足协主席陈虚源无奇徒刑 别看这名字平平淡淡 但这回可着实不淡 他收了所谓的特别巨额 贿赂8103万元 约1100万美元 有人说他这是在烧钱玩 不过这钱烧的也未免太大手笔了吧 除了陈虚源 被判刑入狱的还有前中国国家对主教练李铁 他也承认收受了超过1070万美元的贿赂 并帮助操纵比赛 有网友调侃说 这不是足球 这是龙子李的游戏 前中国足协副主席李寓逸也不甘落后 因受贿罪被判11年监禁 并被罚款14万美元 这真是龙子李的官员们纷纷落网 连着一串儿的多米诺骨牌 在这次43人的终身竞赛名单中 有一个名字令人颇为意外 前国脚汪松 据北京日报报道 汪松在国足林七惨败日本后发了一条朋友圈 直言不讳地表示 国足的一场惨败错在球员吗 显然不是 结果三天后 他就收到了五年的禁足罚单 这位前国脚可能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朋友圈竟然成了他竞赛的导火索 根据大韩足球协会的说法 如果中国足协将这些竞赛决定通知国际足联FIFA 那么相关结果也会在国际范围内适用 这意味着这群被竞赛的球员 连在韩国或其他国家的足球生涯 也可能就此画上句号 孙准浩在返回韩国后 无疑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因为一旦被确认永久开除 这个禁足令将伴随他一生 这次43人终身禁赛的风波 让人深刻认识到 中国足球界的腐败猖獗程度 中国足协主席宋凯表示 会向国际组织如实报告有关情况 并由相关国际组织决定 是否进一步处理 这无疑是中国足协 向世界展示清理门户的决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都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 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